歡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台灣海洋向前行 我們今天請的教授 是中山大學的 海洋生物科技與環境系的教授 但是講的事情 其實是海水裡面 非常基本的化學 還有跟各位切身相關的 海洋有機污染 王教授正想要講 海洋的奧秘的化學 我把它打斷了 因為時間到了 可是現在呢 現在還可以再講下去了 來 王教授您對普通海水的見解 有什麼樣子 請跟我說 謝謝 因為我們要談 海洋環境裡面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回到基本面 先對海水多一點認識 因為海洋環境裡面 它最大的量體當然是水 海水 那海洋裡面當然有細細細細的生物 過程海洋生態的整個這些生物 它們都是生存在海水這個環境裡面 好 那海水我們知道 如果說我們取一公斤的海水 那裡面大概含有35克的煙 35克的煙 那當然剩下還有水 就是965克 所以這海水其實它主體還是水 965克的水 那因為海水的量體很大 再加上呢 它組成主要的部分 水的比熱很大 所以呢 我們在陸地上生活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一天有氣溫的起 高跟低 那白天太陽出來以後氣溫開始上升 那到了傍晚太陽下山以後氣溫開始下降 那一天的溫差可能也許有接近10度C 在一些大陸國家比較乾燥的地方 日夜的溫差更大 可是海水呢 就我剛剛提到的 因為水量那麼大 水的比熱那麼大 所以呢 它受外界的影響非常小 溫度它的變化 一天可能都在1度C之內 那這個對海洋生物非常重要 因為海洋裡面的生物呢 除了一些哺乳類生物以外 大部分都是變溫的生物 那它會隨著周圍氣溫的起降 身體的溫度也跟著調節 那所以溫度維持恒定 事實上對這些海洋生物 它是一個相對比較舒適的環境 這是第一個 海水的溫度變化非常小 那另外一個呢 剛剛提到 這35克的鹽呢 它融在水中以後 那它當然會解離 解離 就是產生所謂的氧離子跟氧離子 那總共有11種主要的離子 11種主要的離子 那我們一般提到海水裡面的鹽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錯覺 就是海水就是我們所吃的鹽嘛 氯化鈉 那事實上不是 除了那個氯化鈉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這些元素在裡面 所以最後呢 你加種起來 主要的大概有11個 那這11個裡面 其中有一個是跟二氧化碳相關的 就是二氧化碳進到水裡面以後呢 它會產生所謂的碳酸氢根跟碳酸根 它算是二氧化在家族裡面的 這個衍生出來的 碳酸氢根 碳酸根 那那個 在化學上呢 我們都知道了 這兩個東西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一個叫做 共二酸 一個叫做共二鹼 那有共二酸跟共二鹼 它們就形成一個緩衝的系統 可以 使這個系統裡面 PH 就是酸鹼性變得非常穩定 那一個緩衝系統簡單講就是 它有共二酸共二鹼 那當然外面有鹼進來的時候 這個酸就會除面把它綜合掉 那如果是有外面有酸進來的時候呢 這個共二鹼就除面把它綜合掉 所以它就可以抵抗外來的酸或鹼 所造成的干擾 所以維持很穩定的PH 這個對海洋生物也是很重要 因為這個PH如果變化太大的話 它會影響到一些生物 細胞膜表面的一些電性等等 那一般來講 在表層海水呢 它是略帶鹼性的 大概通常落在PH8.1到8.3之間 那不過 還是我前面提到的 就是相對非常穩定 起伏非常小 好 那以上大概就是 簡單的陳述一下 這個海洋環境裡面大概 或者說海水 它一些 從比較大的角度來看 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性質 王教授今天跟我們 他真的當教授沒辦法 他以前做海洋生物博物館館長的時候 也做科普 所以他今天幫我們上的第一堂課 就是科普的課 可是因為海洋之窗 還是要介紹王老師本身的特質 所以我忍不住要繼續再抓下去 就是說王老師 那那個時候 就是您從海外回來 然後 基本上是從事海洋有機污染的研究 是不是可以從下面就開始從污染切入 然後記得不要忘記 要把你的有機污染的專長 要跟我們觀眾朋友們 或者聽眾朋友們來分享 好 這個謝謝主持人 那 當然我們知道今天海洋環境 它 開始有很多這個 受到很多的威脅 那 總括來講 就是所謂的海洋污染 海洋污染 那海洋污染 簡單講就是說 這些水體 海水 它有一些 本來沒有的東西 外來的一些物質 或者是生物 或者是能量的介入 使得這個水體的品質 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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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當然過去很熟知的就是一些重金屬的污染 比方說我們都聽過日本有所謂的這個水魚病 就是拱污染所造成的 在台灣重金屬污染 第一個比較引起大家注意的例子 大概就是銅污染吧 應該是在大概民國75年左右 台南惡仁溪那邊發生這個綠牡蠣的事件 那實際上銅污染在台灣的沿岸海域是很常見 過去幾年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搜尋一下的話 會發現經常有媒體會報導 台灣沿岸 可能是養殖的牡蠣 可能是天然生長的這些顆 就四顆 都有發生顏色變綠的這種情形 所以重金屬 大概是我們最熟悉的 那我自己比較感興趣 是一些屬於有機性的污染物 有機性的污染物 那我舉兩個例子好了 比方說這個有一個東西叫做三丁基錫 三丁基錫 我們簡稱叫TBT 那這個東西嚴格講它是一個有機金屬 它就是一個錫原子 上面接了三個碗基 這碗基有四個碳 所以我們叫它叫丁基 那三個丁基接上去 我們叫它叫三丁基錫 那這三丁基錫呢 它很有意思 它最早是在70年代或80年代呢 很多人都來用它 為什麼 因為大家發現它對生物有一定的毒性 對水生生物有一定的毒性 那它可以抑制這些水生生物 甚至殺死它 那所以有人就把它 加在油漆裡面 塗在這個船殼上 那它就可以防止這些護著性的 海洋裡面這些護著性的生物 護著在船殼上面來 我想各位到海邊去 在一些黃坡堤上 經常會看到有一些像騰湖 這些就是我們講的 所謂的護著生物 那這些護著生物 如果在船殼上長得多的話 它會讓這艘船呢 它表面變得比較粗糙 然後船在行走的時候 阻力比較大 會耗費更多的燃料 所以如果護著生物長得太多的話 這船可能就要進到船屋 然後把船殼呢 表面這些護著生物給刮掉 然後重新再油漆 那這樣對整個船殼的運作 就相當不經濟 那所以把這個TBT 山丁基席塗上去之後呢 我們發現 這些騰湖就不太容易長上去 那可是用了一陣子以後呢 大概在七零年代晚期吧 最早是在法國這邊 有一些科學家注意到 這些塗了山丁基席的這些油漆 它慢慢地會對附近的海洋環境造成一些負面影響 那最早他們發現是說 因為法國人很注重這個美食啊 他們注意到養著這個生蠔 生蠔是一個比較大的牡蠣啦 那它長得好像比較慢了 那甚至比較嚴重一點的情況呢 就是這些牡蠣 你可以注意到它的殼開始變形了 它就是殼會有真厚的現象 然後長的形狀也奇奇怪怪的 那更嚴重的是慢慢注意到附近的一些蘿貝類 它的數量越來越少 那當然你去把這些蘿貝 那邊殘存的蘿貝拿上來看的時候呢 你注意到 它們本來自然界的這些生物體 有雄性的 有雌性的 那它們有一些雌性的個體 居然也會長出雄性的特徵 就是它有一些性變異 我們英文叫impulsex 有性變異這種現象 那當然有性變異以後 這個磁的個體它就沒有辦法行使它正常的功能 就是它的繁殖下一代這種能力 那這種情形持續下去的話 那最後這個蘿貝這些族群就會滅絕掉 那發現這些現象之後呢 各個國家就開始 試著去採取一些管制措施 那化國也是最早才採取管制措施 它在1982年就開始做了一些動作 那當時大概就是先限制一些長度比較小的船隻 好像25公尺以下的 不准再用含有這個山丁基錫 這樣的這個油漆塗料去保養船隻 那英國是在1987年跟進 那其他國家陸陸續續想美國 在1988 加拿大日本在1989 德國1990 它們也都跟進採取一些措施 那我們台灣呢 台灣是在公元2003年 也開始做了一些管制措施 就是也是一樣 這些小船長度小於25公尺的船隻 不准使用含山丁基錫的塗料 那兩年後在2005年呢 就公告全面禁止使用含山丁基錫的塗料 這是一個例子 那山丁基錫它也是我自己一直在 過去好多年在做的研究題材 那比方說我們曾經在整個高雄沿岸 一共有18個港口或者地點 我們去做一些採樣 針對裡面的水或沉積物 去分析裡面的定基錫的含量 那幾乎每一個樣本裡面都會看到 還是有定基錫 那我們在2014年2015年 做了最後一次調查 還是有 表示說它雖然管制 但是呢 在過去留在水體環境裡面 這些山丁基錫 它還是持續在釋放出來 那當然 剛剛前面提到的管制是針對船舶 所用的塗料 那事實上在陸地上很多地方 我們還在使用山丁基錫 那這些東西也會載轉到海域環境來 那順便提一下 我們在高雄沿岸 這些大大小小港口所做的這些研究 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我們發現高雄港 高雄港本身 山丁基錫相對含量是比較少的 在一些小漁港相對是比較多的 所以我們看到大概有四五個港 相對比較高 都是小漁港 那這是不是反映一些事情 各位也可以去想一想 就是2003、2005之前 跟現在來比 整個大環境的山丁基錫確實是在下降 而且下降的很明顯 下降很明顯 比方說在前鎮魚港 前鎮魚港 我們在之前的資料 在2004年左右 它的含量大概 在成績物裡面 大概是有7000個 那個 維克 每克的成績物裡面 有7000個維克 那到最近我們去調查 這數字已經都調到 大概它的 幾乎是百分之一不到了 還有但是已經明顯下降 表示我們管制還是有些成效 管制有些成效 可是這些東西在我們海洋中間 對我們的環境 對我們的生物 對我們的人 除了剛才講的毒性 稍微輕輕帶到一點以外 是不是有其他更深入的影響 可是我們欲言又止的王教授 沒有講出來呢 譬如在小魚港比較多 這些新密 我們當然要請他下一節為我們說明 待會見